美國大學落幕 川普確定重返白宮 現在傳出說 台灣即將要編列超過4800億台幣 來去向美國採購武器 採購清單上面 包括說F-35戰機 還有神盾驅逐艦 對此來聽股方部長顧力雄的最新回應 我想我們台美之間 有綿密的一個 軍事交流的一個合作機制 這個已經成為一個制度性的安排 相關符合我們作戰需求的 我們都會在這些 制度性的軍事交流機制裡面提出來 我們現在就著重在四個面向 就不對稱戰力的建構 然後強化作戰韌性 提升後備戰力 以及有效的應對會是替代的應付 所以我們仍然會秉持這四個面向 來跟這個美方來溝通 來提出我們符合 散開四個面向需求的 這些相關的武器的裝備 以及訓練等等 看廳道部長表示 我們會依照台灣的實際作戰需求 來去向美方提出申購 他不針對特定項目來做回應 至於台灣目前明年度編列了大約705億的國防對外 採購軍購的預算 不過這個我們採購的項目 有可能會超過這些預算 到底孰先孰後呢 對此顧立雄部長表示 我們會依照實際作戰需求 根據四大面向的要求 來去向美方提出申請